你好 各位觀眾 我是黃鳴鳴 歡迎收看今天七月二十四號公視晚間新聞 首先要帶您關心復興空難事件的最新消息 這一架本來要從高雄飛到澎湖馬宮的班機 昨天晚上在降落時撞上民宅屋頂墜毀 目前確定有四十八人罹難 十個人受傷 監視人員今天下午用切割器 仔細地把駕駛艙切開 搜索相關機證 而所有罹難者的遺體也都已經找到 飛機的機頭支禮破碎 駕駛艙已經分離 民宅也被撞得面目全非 日三號晚間七點零六分 風雨交渣時 負心航空G1222班機 墜毀在西西村 轟然巨響 嚇壞了住戶 剛開始以為是打了 結果又爆炸一聲很大聲 結果出去一看就火已經燒起來了 劇烈的撞擊聲 之後伴隨兩次爆炸 然後機身就起火燃燒 警消害民防志工 趕到現場時 說自行走出的傷患 其他剩下的就是支禮破碎的屍塊 經過一夜搜尋 48名擬難者的遺體 已經大致尋獲 不過搜救人員 還是持續在現場 尋找可能遺漏的遺體 和相關證物 除了搜救工作 上午行政院飛安會人員 也到事故現場 試圖從飛機殘骸的分析 拼湊出這起空難的蛛絲馬跡 上午見識人員 穿上防塵衣 出動機具 進行切割機艙作業 仔細清查殘骸 確認機體下還有無機症 而部分已確認身份的罹難者家屬 在法師的送金聲中 來到世事罪悔的地點招魂 家屬神情哀奇 令人鼻酸 記者澎湖綜合報導